我们佛门里面 注意进寺庙 一进山门 头一个你就看到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原本是印度的神教啊 四天王印度神教 你看释迦牟尼佛把他请过来 请他来做护法 护谁的法呢 护我们自己的法 把这四大天王的名号命名 东方叫池国天王 南方叫镇长天王 西方叫广目天王 北方叫多闻天王 名号加持吧 你听到这个名号 见到这个形象 这个东南西部 野生暗春夏秋冬 来拍的位置 为什么呢 春森夏长秋收东藏 依照这个来表发了 东方叫吃国 吃是饱吃 国是国家了 从小的来说 如何养生 我们中国人讲修身 身一修而后了 齐家 我怎样来护持这个家 能护持家再推广呢 我就能护国 你看他这个意思 他代表的是 修身齐家 护国 那用什么方法呢 来保持 要做到 他手上拿的那个东西 就是表发的 他手上拿个琵琶 绝对不是他喜欢唱歌 他不是个音乐家 琵琶代表什么呢 代表忠道 中国人讲忠勇之道 佛法讲忠道 忠道 敌意 不拼 不洗 就叫忠 你看那个玄乐器 你调这个玄的时候 松了 他就不响 太紧了 他就断掉了 一定要调得很合适 这个音色才能够显示得出来 忠勇之道 不能过分 也不能不闹 不要这个意思 在中国 在中国就是礼 在佛法就是戒 我们现在一般讲规矩 不以规矩 不成方便 就家有家归 过有过法 人在世纪 要替社会负责 那你就得受法 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佛在凡网经里面 教给我们 这是过去 我们年轻 跟李老师学经教的时候 老师常常提起 我在台中十年 总听过老师提几十次 所以印象就非常深刻 那凡网经上两句 第一个是 不做过贼 第二是 不帮过苦 这非常重要 贼是贼害 伤害 也就是 决定不可以做 伤害 国家社会的事情 对国家 对社会 不利的事情 是决定不能做 第二个是 不帮过苦 过主是什么 是国家 各个层次的领导人 上面到总统 下面到村长 里长 他都是过主 里长是一里 管这个里 村长是管这个村 这都叫过主 不可以批评 不可以批评他们 他做错事情 也不能批评 为什么 他有过法 管他 我们平民 不是制罚的人 就不可以 不可以批评 他做错了 自然有国家法律 来制裁他 这一句话 隐身的意思 就是我们 祖宗 常说的 隐目扬闪 要懂得这个道理 也不可以批评 要不可以批评 要不可以批评